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即使攻略環節 身邊嘉賓繼續有Stanley 再提及大家 有甚麼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 記得打電話來204-6566 或將問題WhatsApp到9157-1428 亦可以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我們耀財財經台的Facebook和YouTube Channel 都在做直播 有甚麼問題想知道想問都歡迎大家留言 Stanley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見到Facebook的問題 不過我們先聽了電話 好呀沒問題 電話旁邊有位陳小姐在 我先聽了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早晨 陳小姐你好,早晨 聽清楚,陳小姐 聽到,聽到 是,早晨 麻煩,現在怎麼辦 還有這個木牙臣呢 十五個七牌 是 啊,今早跌到十二個幾 現在都十二個幾 是啊 還有這個愛康醫療呢 四個六牌 是 是,拿著才放了它 那,汽車股呢 我們先說一下 汽車股今天的消息 都真是叫做 這樣是幾 幾大一下 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現在說了些甚麼呢 就是說在 之後的時間 有機會就是一些叫做合營的公司 就真是叫做 就是它變成一些外資 可以叫做自己去 就是不需要說合營的 甚至可以自己去 那邊營的那樣做法 所以變成你說對於叫做整個 汽車板塊 其實是有一個比較是幾 幾大衝擊的 因為 你見今天的時間 那些叫股份 就是個別來計算是跌得比較多 其實是一些合營的車廠 就像你說華盛 港氣 港華盛 北汽這些 跌得比較多的 最主要都是因為 就是假設 現在是說合營的 但是如果之後你外資 可以叫做自己獨立去做的話 變相就是它不需要和你合作 所以其實這個衝擊 是真的可以說是相當之大的 你以為現在究竟 現在有貨 短部接口 劉華盛這隻 我都會建議你減持一半 因為我覺得 其實整個情況 整個走勢 其實是基本面 比較差 所以如果你是有貨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減一半磅 另外一隻是外漢醫療 應該是1789 對 1789 外漢醫療 暫時你考慮一下 就拿著它 因為這個業績 我自己有看過 因為之前說 有些醫療板塊 我看過這隻公司的基本面 你不可以說它差 但是你可說那些業務本身 它有些比較獨特的地方 類似說一些 三些打刃 一些關節 我覺得有些賣點 不過就那一邊的 暫時的業務貢獻 你又不可以說它很多 反正是佔比上 它又一般一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 沒有這隻 暫時來有貨 你先拿著它 不過怎樣都好 市況都提醒大家 市況真的比較錯 尤其是那些公司 基本面比較強的話 我會覺得可以拿著貨 但是華晨的情況有點不同 華晨反而那個行業 之後的發展 會面對著比較大的挑戰 所以華晨我會叫你先減一減磅 但是你又只是看醫療的話 你先拿著它 好的 Stanley 我們先回答Facebook問題 好 朋友仔 剛才就是問 Jimmy 737 是 火公路電視 是 他就說你現在進行強制無條件要約 想你給點意見 之前買入的時候 就想中場先 就想收息 現在應該繼續拿著 還是放了它 他就有1萬股 買入價是4.8公元 這隻之前有研究開的 還有都有跟進回這件事 其實你看回 之前 為什麼我都會喜歡這隻737 最主要因為本身 他那個派送都是比較好的 都是比較不錯的 但是你現在叫做 即是叫做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內地那個 心控頭 心控頭 他入股之後 其實那個派息的政策 你又會怎樣行 會怎樣做呢 我又覺得 似乎就 真是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之後那個派息 那個情況是怎樣 會不會有些更改 這個是未知之數 所以那時候之後 我又覺得 這個股份 如果大家有貨的話 就真的可能正公其變 比較好些 那你現在去的 4.8公元 那個是強制收穫價 其實你可以不理它 而且 我覺得這隻 你不妨考慮 就拿著它 因為公司的業務 本身其實是OK的 它不是差的 但是問題是 沒有辦法 始終現在 這些技術性 為什麼有這個部署去做呢 其實你可以不理它 都可以的 沒有所謂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 暫時如果你有貨的話 都是修飾 姑且考慮一下 拿著它 如果真是之後的時間 可能是派送那邊 可能有些改變的時候 才考慮後 再減住它 都不遲 接著我們又聽聽 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 有位林先生 林先生早安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林先生早安 那隻1299 哪個位可以罵的 沒有貨 現在這位罵都不害怕 不過我一怕 現在怕市場還未震完 因為 其實三萬點這個關口 是很關鍵的 如果確認它穿了的話 那個形勢可能會比較差 還有因為 有幫助一些 我們叫大籃籌 你變成一旦有些 市況轉弱的話 它一定受到一些拖累 但是如果以基本面去看 其實我覺得 不論在一些政策片上去看 即是內地方面 有些政策之前改動了 對於它來說 發展有比較大的幫助 另外也可以說 它的保護收入方面 頭兩個月的時間 都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有課的話 如果你不介意 現在這個位置 你不介意的話 這些位置都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你可能要再加訓 其實我想現在入市 都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隨時再加訓才行 所以你說有課的話 你買些放一下 我又不反對 沒有太大意見 好 接著我們又再聽到 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 劉小姐 劉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劉小姐你好 早安 劉小姐有甚麼想問 我想問3883 7元有貨 想補貨 什麼位置再補呢 再補 內房板塊 內房板塊 我經常說 那些大大隻的 其實我覺得 你虧損也好 嘴邊上虧損也好 我覺得又不怕先拿著 但這些 比較急升上來的 比較二三線的內房 我是有些擔憂 有些戒心 你拿著它先 行不行呢 沒有說不行 因為他們本身的財政狀況 他們又不算特別是好一隻 這隻又不是最差的 但你又不見得去 很好的 是標赤 這些比較尷尬 但是現在這些位置 加還是不加 如果你真的有很多信心的話 你說大概6.2 樓下這些位置 加到住貨 可以考慮 但怎樣都好 6.2加都好 穿6元的話 都要考慮一下 要減一減榜 所以6.2樓下 你可以考慮一下 加到住貨 但記住 穿6元的話 要減一減榜 好 可以參加Stanley的建議 接著 電話旁邊有位黃三 黃三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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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 警司又退了,一走去西邊 但我這樣說 你全部退了,順著江河那裏 那裏有百多元,順著江河 我先說順著江河 他有些頗無辜的,說笑話 你說中興這件事件 你問我自己怎樣看呢 當然,你說是否純粹說他現在觸犯了那些 你說現在不讓美國企業去賣東西給他 七年 這件事,純粹這件事去看 我覺得不太簡單 說實話,同環社說這陣子有些關係 但問題是,你好像信用這些 說真的有很大影響 按道理又不可以試 不要說他,其他手機市被估那一群 其實又不是好,沒什麼差勁 但今天為何會跌得這麼厲害 你講這陣子跌得這麼厲害 最主要是因為第一 A股那邊,很多這群的板塊 全部都跌停板 第二,氣氛影響到 其實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地方 就是,很多科技的雙眼板塊 香港這一邊 那個跌幅其實很厲害 但問題是,我都想不明白 外面又沒有什麼 但這些又跌得這麼誇張 是有些奇怪的 但你說騰訊轉過去,可以不可以呢 我覺得騰訊就真的 其實是慘了 我經常說 其實大家都公認了它是好的 但這一轉的時間 它真的為了拉監 給你 你可能多一些筆水也好 怎樣也好 被人非常狂沽 但看外面的科技股 又真的不是很差的 所以你問我現在 是否要沽騰訊 我真的不是這麼想 我突然轉 或是找一個美麗去買 但問題是,你現在市場這麼挫 現在這位賣是否一個好的時機 我覺得可以再等一等 但你說有貨的話 其實沒有,拿著它先 是捱價的 我都在捱價 但不要掃 尤其是平常心去看 因為除非你現在這一刻 你覺得市場很不行的話 你購買貨 即是你現在全部拿現金 如果不是的話 你說連這些最好一隻 其實現在都不穩固 但問題是 基本比較強的股份 你都說要減它 我又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所以你有貨的話 你先拿著它 心情上可能要捱一捱價 大家 即是沒有辦法 除非你說現在一股不留 如果不是的話 我的股份 我都會先拿著它 暫時不理它 好,接著我們又再聽到 家庭觀眾的電話 好 電話旁邊有位吳小姐 吳小姐你好 你好 吳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問2號和2628 是 有沒有貨 2628我沒有貨的 2號我就有 我想問2號和匯豐 是否匯豐的息比2號更好呢 是,息比2號更高 有什麼位置 說真的 揸這些公用股 你其實都不需要太過 介入它的價位 因為按道理 這一批股份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其實每一次它有些 叫做調整的時間 當然 大前提就是 很多的政策面 它們不轉的話 又不需要那麼害怕 所以其實你現在這位 譬如下降 可能假設 80元 78元 這位置的時間 你不再慢慢去加住 這些公用股 就真的不擔心的 而且你可以說 通常市況差的話 有些市況差的話 很多的資金都可能是避險的 都會回到這一批的公用股裡面 所以我覺得 你說買2號這些 或者我喜歡這隻3號那些 其實你沒有買來放的 放又不需要那麼在意什麼價 有錢就當作存錢 放下去這樣 這樣做會比較好些 但是2628 今天好笑的 歷史又有一升的 這隻真是奇 真是好東西 好奇蹟的 但這隻我經常都說 你買內險板塊 我不會選它 而且沒有的 其實不過你現在叫做 拿著它 我想你有一些安心的 既然敢拿著它 先都不理它 好像沒有貨在手 是嗎 吳小姐是不是選 好像有貨 你沒有貨 你想買的 你想買 是的 我想有什麼低位可以買 但如果要買 我不選這隻 講真句 你說內險板塊的話 最好都是2318 是的 但是你說 現在這些市況 是不是2318 住呢 先等一等 我現在這一刻 如果要再加住 再買貨的話 信心都不夠 這些真的是 但是你說 如果真是2318 這些 你又去大約是 $78 $79 到時才再考慮 好 Stanley 我們又再回答Facebook 問題 有朋友都是問 平保和騰診 430元有貨 騰診平保 就86元 馬里應該只虧了它 還是繼續坐 還是等它上來 是否都等一會 是嗎 阿J 我也有貨 我也在貨 有時候我覺得 平常心一點 這些市況 你這樣的話 要不就全部斬掉 是 我覺得是的 但是問題是 你問我自己 甘不甘心呢 這些騰診這些斬 我真的不會甘心 所以我會 還有我覺得自己的 效果是長線的 即不是那麼短線的話 就沒有 抓住它 我又真的不相信它跌得多 而且它跌得多 又再加住 再加住 再加住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 雖然那些市場是差 真的差 這個都不認得 是差的 是 但是問題是沒有辦法 那你先拿著它 平保業績之前 是真的有些 又不是算很好的 這個都是真的 但是問題是 現在這些價位 我覺得又差不多 說真的 你之前脫下的時間 都是78 是不是 如果你假設 你真的想說 減一減榜 你姑且 看看那三元雞 那三元它不穿下去的話 你先拿著它 好 接著有朋友仔 問浪潮國際 Stanley 是 對了 怎麼看這隻股份 這隻要先拿著它 這隻 叫做內地上市的同業 股價都很搓 搓得很交關 但是你說香港這邊這一隻 現在有少研究它 真是少研究的 但是你說 它本身的形勢 現在看上去 都是兩個四毛半 兩個五毛半的位置 走來走去 那 你兩個六米 又不是差太遠 不妨考慮一下 拿著它 守住 好 接著還有朋友仔 問 1177 Stanley 中國生物制約 二送一紅股 是否值得買入呢 送一紅股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叫做派送的方法 不需要太多定爭去考慮 但問題就是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約股 我都是覺得 它的股值 其實真的高 所以那時候都建議 大家要買的話 都是後低才去再考慮 所以那些純粹說 紅股的因素的話 不見的 你先考慮著 因為 我在下面有位 Suki 1093 是 我的愛股 其實沒有 都是同一個情況 就是之前都說的 我會覺得真的 股值真的偏高 所以本身你說 現在有貨的話 你先考慮一下 先拿著它 中長線沒有說 沒有說 沒有說不可以拿的 但是沒有這些價位 你預算是要先捱一捱架 所以有貨的話 考慮一下拿著它 好 接著我們回答一個問題 Stanley 有朋友問 一龍八龍 想說 這個真的 想說 他又有貨機 5.8 就說 他又貨在手 就想問Stanley 他應該是中長線拿著 這個策略應該怎樣 說真的 你拿著貨 更多於我的 我會建議你 怎樣都好 先減一下 因為 這個現實的情況 因為 它的股價 其實表現是真的差的 自民都覺得它是差的 真的挺失望 但你說它有沒有一些 基本面 就是那些 有沒有一些因素 你會跌那麼多 我真的找不到 這個真的 暫時不知為什麼 它的表現那麼差 所以 基於安全的考慮 因為你拿著貨 都不少 你考慮一下減遲 減一減半 例如你有五萬股 你減一減兩萬股 二萬五 或者先減一半 你用一半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守住 因為我自己的貨 說真的 我都是拿著它守住 我都不理它住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它的資質是差的 還有 都真的可能做一些 沒有風險上的管理 所以你既然有五萬股的話 怎樣都好 可能減少少少 減少少 希望令我虧損 可能要減少一些之餘 都要令我自己的壓力 不要那麼大 不要那麼大 好 謝謝Stanley你的分析 以及你解答了這麼多家庭觀眾朋友的問題 都和你申報 剛才提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很多 生意外 騰訊 信譽 是的 有煤氣 有煤氣 謝謝Stanley 整個泡沫 公開了 你看到我們很高透明度 謝謝Stanley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